大家好 大家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在北卡夏罗特附近的一个小城镇 这个小镇呢被称为Christmas Town USA 就美国圣诞小镇 大会儿可以看到路上的这个车非常的多 人也非常的多 大家都随着我的镜头去参观一下 我们现在就在往这个小镇里面走 大家看到前面很多车都是来看这些灯的 现在天还没有完全的暗下来 这个小镇它常住的人口是在800个人左右 但是每年的12月份 大概可以接待平均每年有60万的全美各地的游客 这些是商店 这个是一个餐厅排队 排队等位啊 餐厅 这个圣诞老爷爷 这是一个中楼 这就是刚才看到的这个楼 然后这两边呢有一些小商店 这个是卖那个Ice Cream和咖啡的 对面你看它这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Merry Christmas的标志 哦 这边的灯都亮起来了 看居民的家里面 这些车都是这样开着 绕在这个小镇里面这样走 看这个灯的事 它这个小镇被称为Christmas Town USA 大家看这一家 哇 好漂亮啊 装饰的真好看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打造出来的场景 这个是真实有居民住在里面的 里面有灯光很漂亮 就是你到了这个镇上 感觉特别有这个圣诞节的氛围 Merry Christmas 这乎人家这个灯做得非常漂亮 感觉像那个水滴一样 Merry Christmas 米荣 Ltd 教堂盟前有一棵很大的树 他们把它装饰的非常的漂亮 很多人在这里拍照 大家看那棵圣诞树 摩托车队 这里呢是它一个正的比较相对中心一点的地方 有餐厅啊有小店啊还有邮局啊 看这边是个邮局也装饰的很好看 这里呢是卖东西的一个小店 这里排队的是要进到这个餐厅里面去吃饭的 你看到这家餐厅声音很好 Paramere 这家餐厅 这里呢是进小镇的这条主路 不断的有车在进来出去啊 看这家前蒙郎也是做得非常漂亮 挂了块筷子 圣诞老人在这里停留 圣诞老人在这里停留 这几棵树好漂亮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非常贴心的 Please wear a mask 大家看到这边呢就是小镇的一个入口 在我身后呢是小镇的名称 然后这里呢是它的一个市政厅 整个小镇是非常温馨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呢可以过来看一下 这边离北卡三角区的话大概三小时的车程 所以你当天就可以来回 当然你要晚上看的话呢最好是在当地留宿一晚上 这样比较安全 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过来参观一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Ansure Ansure To An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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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